好,我们今天很快来回应一个 同学或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基本上 第2个轨道,怎么在第2个轨道放图片啊 或者这个术语里面也称之为画中画 大概他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两个轨道,然后如果这边有一个轨道,我再放第2个轨道,其实应该谈的是 这个具体操作的问题啊 那我讲一下,没关系啊,有问题你就问啊,不管是多么基础的,每个人 碰到的状况不太一样,好,那我们讲一下啊 假设我shucart打开 那 我们讲过了,我就是 哇,7月了 好 这个 我习惯这样子啊,这个地方按开始,这边就会开一个资料夹,那我这个地方是 30啦,这是我设定的规格啊,你可以自己挑,那你如果按自动的话,你第一个片子是 他就会什么 就按开始,他就会有啊,然后播放清单 那首先是这样子,那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教的那个 状况下,状况的话,他会是这样子啊 就说OK,我们这边会放一个绿色的,等一下可以做 做那个 的部分,对不对啊 好,那 第2个呢 第2个,我们就直接用照片来 代替就好,好不好 照片跟video是一样的,然后为了教学方便,我就直接就这样子 那我想同学的问题是这样子啊,他可能第1个 抓下来 有一个video,对不对 然后我 他在下面再放一个,其实就是插入另一个影片,那这边就变成画中画 意思大概也是这样子,那 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操作的问题,看一下 很简单,我们首先是点他,这个地方有个轨道作业,有没有 增加视讯 一定要增加视讯,音讯是单纯的声音,有没有 增加视讯 就出来了,对不对啊 他在这个上 可是增加就上面啊,对啊,你不用怕 在这个地方,差不多在这个地方,你按右键 你按右键,这里啊,按右键啊,有没有看到 轨道作业,有没有可以向下移动 你也可以按 Auto Shift 再按那个 向下箭头,这边有讲 Auto Shift跟那个向下箭头也可以,那我们向下移动轨道 没有 轨道就变化了,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核心可能是 这里 第一个啊,增加视讯啊,他跑到上面,然后再按他 轨道作业,这边有一个 向上移动跟向下移动啊,大概是这个地方 那你如果这个都有了,就很简单,点他啊 确定在这个轨道,对不对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video,也可能是一个照片,都没关系啊,就把它放下来 然后再把它拉大 那这样就有了啊,那现在就是 如果按到我们 那一片的交电系统,就是他,对不对 他 点他 滤镜 点他 然后挑什么,挑那个 那个射件,有没有,我们简易的,对不对,就是绿色的嘛 绿色的,那基本上 预设只是绿色的,对不对 画中画是不是出来了,所谓的画中画,大概就会是这样子 你下面一定要有,下面没有会变黑色的,这本来是在解释这个问题 你下面没有呢,他就会回归到绿色 你虽然已经处理,他会回归到绿色,或者某些状况下,他会变黑色,这个也没关系啊 你要打开 就说,像这种功能,你一定要打开下面的 你的功能才会 出来 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就就是告诉你,下面一定要一个这个东西 或者用一个 颜色色块也行,或这个VD 一定下面有这个东西 你去背的状况才会完整,不然去背的东西因为 还原回去,还是去不了背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操作的部分 我讲完,那就请同学在跟着操作一遍就会了,好,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